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 抗衰老的那幅安阳品 其实有很多人都问过我 但这个视频呢 我是发过一次的 但是我把它删了 为什么呢 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自己 在介绍其中一款产品的时候呢 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呢 因为是视频所以改不了 第二个呢就是 在评论里面有说 我的抗老化的思路 其中的一点抗炎症 是一个智商税 所以呢 我可能当时我心情 也有点不好吧 然后我就 可能也因为这条评论 我就把这个视频先删了 我也怕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是不是说抗炎症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智商税 所以我就暂时先下架了 所以大家看 其实是姐姐我 虽然平时会跟大家说 女孩得有自信啊 这样的话 但是其实我自己 也是会挺容易受到 外界不同声音的 影响的 但是呢 我想了一下觉得 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始终认为抗炎症 是对抗老化 甚至身体的健康 整体的健康 不光是我们身体要抗炎症 其实我们的皮肤 也是需要抗炎症 因为皮肤很多时候 比如说大家的一些 快容易发痘痘呀 或者说一些红血丝呀 一些各种各样 皮肤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炎症造成的 我认为抗炎症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实我也有翻阅这两本书 一本书是这个 培里康医生写的 叫Forever Young 其实我还有一本他的书 但是我下次找不着了 那他是比较大力推崇 要服用 奥米加三于油 去抗炎症的 但是呢 他自己有 有做奥米加三的 奥米加三于油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 那么也有可能 是他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 那还有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是一个 华裔的医生 叫Jessica Wu 他写的这本书 叫Fedro Face 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完全没有 涉及到任何的内服产品 完全是以天然的食物 来调整你皮肤的状态 那么 但是他在其中 也提到了一个 抗炎症的这样一个 概念 anti-inflammation 就是很多医生 都会提到这个 就是抗炎症 他也提到 要补充奥米加三 但奥米加三 其实我们也可以 从天然食物里面 去摄取的 所以呢 我始终认为 抗炎症是 在抗衰老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今天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还是需要重申一下 就是 我自己的抗 抗老化内服的思路 主要是抗炎症 抗氧化 以及 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这个仅仅代表我自己 那我自己服用的这些 产品 也仅仅代表我自己的选择 请大家 立志 看待 好吗 那现在就开始 把这两本书先放一下 首先就是抗炎症 那我抗炎症一直以来都是选用的是鱼油 主要是鱼油就是刚才说的 佩里康医生的鱼油 还有这一款是 这个产品好像是 比利时的叫 米纳米 这两款鱼油 区别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 佩里康医生的鱼油 它主要是来自于野生 三文鱼 来自于阿拉斯加 那来自于阿拉斯加海域的鱼呢 是比较纯净的 因为那边的污染比较少 它的缺点可能就是颗粒比较大 而且你每次要吃 一天要吃三颗 有的人跟我讲就比较难坚持 比较难吞下去 但佩里康医生的产品 从它的质量上来讲 应该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是比利时的这个产品 叫米纳米 它不是从三文鱼 也是三文鱼中提取的 奥米纳三 它是从凤尾鱼这样的 也是深海鱼类当中提取的 其实我们 其实鱼 奥米纳三鱼油 我看了一下 很多很多品牌都有 很多国外的品牌都有 其实 我对大家选择的话 主要就是看它一个是DHA和EPA的一个含料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说DHA含量比较高的 那可能比较适合母婴去补充 那如果说你是买给父母 这样的中老年人的话 那EPA的含量高一点 可能会更合适 像这一款 米纳米的鱼油 其实它有含这个 有添加维生素D 那么对于老年人比较缺钙 这样的 这种老年人比较缺钙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在选鱼油的时候 因为其实价格相差也蛮大的 像裴底康医生的相对来的比较贵一点 但是我发现它每年在黑五年底的时候 黑五会有折扣 那个时候其实是挺划算的 我们其实看选鱼油的话 一个是选择这辆靠谱的品牌 然后就是可以看它DHA和EPA的含量是多少 这个也是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 鱼油 它除了有抗炎症的作用呢 其实它还有心血管 这样的轻道肤的作用 所以它对心脏啊血管之类的 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那我其实我给自己的家鱼油在吃鱼油的 然后就说到抗氧化 抗氧化是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重要的 现在不光是内服要抗氧化 我们外用其实也是 皮肤外用也是需要抗氧化的 因为我每天都在产生自由基 这个大家都知道 包括日晒啊 生活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啊 我们吃的东西啊 包括我们的心理心情啊 每天的这个生活都会产生大量自由基 自由基是造成我们老化的元凶 所以呢我觉得抗氧化是很重要的 请请带来我自己的家房 你们不要说是智商水 那我自己服用了抗氧化的这个内服呢 其中有一个 这个产品啊 这个是The Organic Pharmacy 就英国的这个有机品牌 The Organic Pharmacy 他们家除了有出这个护护品之外 其实我有买过好几件 然后有出这个内服叫 Super Antioxidant 超级抗氧化 超级抗氧化 叫哪有它里面真的是什么都有 它有含为E为C为A 含美含辛 含硫心酸 含葡萄紫提取 绿茶提取 骨框干 骨光 骨光 骨光干 银杏 然后呢 什么 还有什么呀 我看看啊 嗯 姜黄素 还有腐霉Q10 就这瓶其实吃了以后 就是你 因为它是超级抗氧化 就是抗氧化 其他东西其实你不吃也是OK的 但是呢 这瓶呢 它价格真的是有点贵 而且是比较难买的 之前我是自己海淘的 哇等了很久 而且当时我记得是 疫情前我下单的 然后我就等了好几个月才拿到 现在他们家好像开了海外旗舰店了 但是呢 价格稍微是有点贵 而且这一瓶有 有60片 一天吃三片 所以只能吃20天 这我就觉得 其实如果说能买到 然后有预算的话 其实是可以吃 但是如果没有 它没有关系 嗯 那 刚才说到它里面含 Fu美Q10 对吧 Fu美Q10你可以单独吃 而且你也可以给父母吃 Fu美Q10 它是有比较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另外一点 它也是保护心血管的 它是保护心血管的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而且Fu美Q10 在我们人体内是存在 但是25岁以后 它就逐步下降了 好像说到40岁 就只有25岁的一半了 所以呢Fu美Q10 你去补充一点 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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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三 这三件 一个是 一个是流心酸 流心酸 之前我是有把流心酸 跟可美Q10 结合在一起 是作为抗氧化的 这个组合 那现在呢 我又加进了一个 骨光甘钛 还有一个维生素C 骨 正三 骨光甘钛和这个流心酸啊 在 The Organic Pharmacy 就是产品里面 都是含有的 你单独吃也可以 那骨光甘钛 和流心酸 也是对心血管有的 骨光甘钛是很好的 抗氧化剂 如果说你再 再加入这个 一瓶维生素C的话 会有一定的美白作用 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 特别强烈的体会 可能我是比较难 难变白的那种吧 那你们可以试一下 它的身体呢 就是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是一个 很好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C 也是抗氧化剂 最后呢 我来说一下 胶原蛋白这个产品 其实我之前 也是不喝胶原蛋白 我从去年开始 今年年初开始 才开始喝的 是因为我觉得 上了年纪以后呢 胶原蛋白的流失 确实是加速的 是比较明显的 胶原蛋白的流失 就会导致 所以可能你脸上 就不太够饱满啊 有一定的凹陷 那试着上 看来就会比较老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 在有预算的情况下 选择靠服的产品 去补充是OK的 但是呢 关于胶原蛋白呢 我知道有很多 非常大的争议 有人说胶原蛋白是没有用的 那我选的这个产品呢 是 创始人是我的朋友 他是 华西一课毕业的 所以呢 就是我也有跟他请教过 他有跟我科普过 所以呢 我选了他的产品 他跟我讲 就以前的胶原蛋白呢 确实是分子比较大 很难吸收 如果你把胶原蛋白 想象成一条长的珍珠项链的话 那么胶原蛋白碳 就是切割好的 一段一段的这个 短的珍珠链啊 它会 很容易被小肠吸收 直接被身体吸收利用 变成胶原蛋白 那它就 会对你的身体皮肤 头发指甲 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朋友跟我讲呢 说 喝的胶原蛋白 什么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增生啊 那我有请教这个朋友 他说 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可能这个产品里面 添加了激素 那它可能会 渐小比较快 但是呢 就是会对你身体造成 产品的影响 那这个产品呢 它是完全不含激素的 所以就 因为是自己朋友的产品 所以我知根知底 就我还比较放心 它这个产品里面 除了胶原蛋白 以为它还添加了 添加了 添加了抗氧化 它添加了 大家都知道 像Giselle Bunchen啊 这样的 就巴西梅嘛 它们这些名模都有吃 它抗氧化的能力 也是蓝莓的10倍 它有添加了真叶樱桃 以及这个日本的 这个一些酵母提取物啊 就是一个蛮全能的产品 又能够补充 酵原蛋白 又能够抗氧化 还能够有一定的美白淡半功效 那这个是我在服用的 那有的人会让我说 你天天吃那么多吗 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 我不会每天把这些东西吃一遍 我会有一定的选择 打个比方说 我今天吃了这个 The Organic Pharmacy的 这个抗氧化胶囊 那我其他的抗氧化 我就不会吃了 那这个吃完了快要 那我可能就会吃其他的 像这一瓶的话 因为它主要是补充 酵原蛋白 它里面有一定的抗氧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问题不大 所以说我一般来讲 我每天的那一副呢 就是鱼油我基本上会服用的 然后呢 我会服用这个 肯定Q10 因为肯定Q10 对心脏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像抗氧化的呢 比如说我今天喝了这个 酵原蛋白 等其他抗氧化又不吃 所以我会有选择的吃 因为很多人都担心 我吃的太多 会不会得吃腎脏造成负担 不会 只要你控制好这个量就行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的抗衰老 抗老化的内服 主要的思路 我再整理一下 抗炎症 抗氧化 以及补充酵原蛋白 大家 做个参考就行了 不需要跟着我一样的 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有的人可能想补充一些 女性需要什么月间草啊 这样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做一个组合搭配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就OK了 好吗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